遮 rebirth... 嘩 н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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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這麼粗 脈絲 游泳 大家好,歡迎回到漁師推介頻道 我是阿火,大家就 stretched emption, allá Bom, Crab 有網友留言給我,很想去釣魚 但是不知道會怎樣學 釣組好像很複雜,不知如何綁 今集教大家用最簡單的方法 用仕掛釣魚 仕掛釣魚是一組魚勾 魚先綁好,有釣魚 放在海上就可以開始釣魚 先穿好魚竿,如果在船上玩 可以選擇軟身的小船 長度大約撕3至5 如果用布繩,就用FG結綁紙線 如果用魚絲的話,直出就可以了 在紙線上,加一個零圈 用來綁紙掛 這些仕掛在一間釣魚店 最適合用來釣魚魚 池魚之類的魚 以阿火的經驗,建議大家選擇 閃亮亮有鬆鬆的仕掛 這種是最有趣的 將仕掛拆出來,然後在底部綁夠圓 這樣就可以開始釣魚 魚餌也不用放,是不是很方便呢 一串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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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阿火就不幸運了 這些扯旗仔在水中 不得了 如果那個位置沒有魚 或者魚不適合釣 那就要轉那個位置玩了 真的是正吃 不吃的魚記得不要弄死它 盡快放生它 哇, 中魚 雞魚 雞魚 哇, 雞魚 哦 哦, 掉了 有時候試掛沒有魚釣 又可以玩佛仔 大條一點 哇, 走啊 哇, 哇 哇, 池仔 其實釣魚真的不太重要 最重要是享受過程 只要你覺得好玩 就自然會開心 這些尺寸的池仔 做魚鱉一流 你看多生猛 渣渣跳 不過今天你幸運 不要你, 快點走 看相對 看上去鱗子 鱗肉 好像是很容易 咯, 會有些魚 不過他又輕飄飄 不妨要長到那裡 哇, 這樣啊 你會有餘 這隻魚太多了 想釣一條泥孖也很難釣 看來這條魚有力量 有小匙 釣到你會比較大 快點 這些就是生日釣 看到有小匙,快點放釣 快點就有魚釣 哇,藍油 釣快就像藍油用電餃釣 很粗 有時一群魚衝過來的時候 可能六個歐種魚也不奇怪 4-5米 這些花匙其實是清於一種 用來做爐端燒的一流 今天釣了這麼多匙 就教大家如何曬咸 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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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池仔 有很多 又滑又滑,其實很難釣 我們先用針在A位置切 先用針 在背部開邊 記得不要在肚子切 切出來不太好看 然後撕乾淨內臟 然後用海水洗乾淨魚 記得不要用淡水 我一路湯,朋友一路不停釣 跳過沒有停手 不知道下火湯得快 還是那些朋友釣得快 這樣做 真的有很多湯 又來? 不是吧 這麼容易中 這麼快湯好魚 在海裡很少會有蒼蠅 魚就這樣放在這裡 讓太陽曬乾就可以了 曬魚一邊 我們反轉曬另一邊 這些鹹鮮用來煎或燒都會很好吃 大家下次可以釣到 可以做幾條來試試 今天教大家一個很簡單的食法 就是日式爐端燒池仔 我們先準備三色椒 用刀去指和切片 再把魚餅烤熟 我們準備一個煎蒻燒烤爐 先把三色椒烤熟 把三色焦燒到有焦焦, 加一點食鹽 完成後, 可以拿出來備用 之後就可以開始燒魚 因為鹹鮮比較乾, 燒一會很快熟 所以大家要小心 先把魚燒到兩邊都變成金黃色 然後加入適量的白胡椒 喜歡吃一點辣的朋友, 可以加一些七味粉 然後我們再燒燒, 這樣就完成了 煎好魚, 我們就可以上碟 鹹鮮拿到回家之後 用廚房紙包好, 放在保鮮格 可以分開幾天, 慢慢吃 吃這些燒物, 最佳是日式柚子醋 再加一點蘿蔔肉 這樣就真的很好吃 這次的豬飯很簡單 其實海鮮除了蒸之外, 還有很多方法可以做 大家不妨試一下 可以吃 剛才燒的時候很香 鹹鮮池仔 吃了什麼 吃了什麼 很香 很香 合作技能 哇, 真棒 真棒 這麼香 真的嗎 很香 很煙韌 用筷子般差一點也夠不錯 哇, 打開了 哇 散開了 散開了 燒的時候 最後是放了一點七味粉 骨頭都脆了 燒才可以做到老毛 煎得做不到 它這隻有芝士 我覺得是用來弄的 燒物很棒 像燒夜吃的青椒 很棒 焦天 我覺得你在街上叫燒秋 差不多 其實它有很多油分 而且沒有骨頭 剛才燒的時候 黃油就流出來了 我沒有加鹽的 我在船上 開了邊 放在海裡洗 洗乾淨 它就浪費了 沒有加鹽 天然海水洗乾淨 天然海水洗乾淨 我喜歡這個有一點醋味 加了白蘿蔔 這個醋 白蘿蔔 放下去會好吃 好吃 好吃 你不是快進了嗎 沒有快進 是嗎 沒有快進 還快 我經常認識它已經快進了 好像已經清了 已經清了 多兩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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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萊 三碗 之後 在這間裡 過 cat 感谢观看